哈喽大家好我是派大帅 欢迎收看订阅的观众来观战一把 团长的苏丹之魂前锋杂技油拆加先知 没有机械式 这道阵容的话抓油拆抓先知 应该是最好的选择了 上来遇到一个杂技 抓还是会抓一抓的 因为这边的话有20多秒的一个技能真空气 这个时间就是通过自己的走位来尝试打一刀 看看能不能打中 这边有机会啊 所以杂技这边第一颗球已经跳掉了 所以说中间的话一旦是板子没有用上 他这边可能就会被面临追到 那追到以后后续可能就是开摇铃将其带走了 这样的话还不错啊 对于苏丹之魂来讲 本来感觉杂技是一块硬骨头 这边的话前期第一颗球 这边就要流点快了 到脸上 但是如果现在变白魂的话 感觉这个刀可能没有黑魂这么好打 我是觉得刚才硬着头皮对吧 强行走进去 减速就减速嘛 减速反正拉进距离以后一个摇铃可能会更好带 然后开了这边他一个蓄力刀 这蓄力刀也有机会 但我觉得摇铃会更快一点 当然我觉得跟人家觉得应该还是有差距的吧 相对来讲 大家如果说在摇摆的我觉得还是相信这个速散比较好 毕竟我的速散跟他的速散没法比较 我只是单纯的想象当中 但你要考虑到万一有只鸟呢 有只鸟这边 这边等鸟结束 该踹的摆子踹掉 好了 那这样的话一个摇铃应该是能带走了 想封技能 封是封不住的 诶 诶 你不会要选择来抓邮差吧 没必要啊 大哥 这一个败选的杂技球都用完了 你摇个铃带他走起防守节奏他不香吗 抓个邮差是两刀 不好 我是觉得这个我真觉得不太好 这有击倒肯定打击倒呀 呦呦这边可以啊 这个邮差可以 躲了两刀 虽然说最终还是要吃的 但是能拖几秒拖几秒 那边的话杂技状态不好 这开始打控场了 呃打控场 倒是一贯他的一个思路打法 打着打着然后慢慢的来控 但怎么说呢 这道这种修的太快 我感觉他不一定控得住 这道这种其实修技术都很快的 我们可以看到除前锋以外的剩下三个人 对吧 都是一个满速修的 然后这边杂技 虽然是被追 但是先知油差连了一封信 这个修技速度不要太快啊 那我觉得啊 对吧 已经坑害了团长这么久了 这么多年了 我觉得这把团长赢不了了 我觉得他赢不了了 这个局因为 虽然说穷者打到后面也是一个白板阵容 但是因为他们修技太快 我觉得四人开门战是很有机会的 一旦有四人开门战的机会呢 穷者保个平还是好保的 保个平还是好保的 这里看一下他怎么打吧 我们看一下他天赋啊 因为他的天赋 开上去是带彩板的嘛 所以应该是一个没有带崩坏的 诶 那我刚刚判断错了 不好意思 我刚刚他彩板有点快呀 这个时候就很尴尬了 也不知道怎么圆 圆不回来了呀 这个东西 对不对 以后人家有天赋 就看一看再去做判断 一刀抽 好的 可以啊 外面的话 主要先这外面重新起台机子就够了 对吧 这边你压不住机子的 一旦你压不住机子 那你谈什么来控制场面挂飞人呢 对不对 我分析的没有错吧 我相信现在 在看这场的观众 应该也是会觉得 这个局势趋向于 我只能说趋向于一个四人开门站的 这里油柴能顶住吗 顶不住二挂 那开门站有一个上挂飞的人了 先这边已经五十几了 也就是下一波来 前锋来就 前锋甚至这边都可以撞就 保一手 我觉得没有撞就来得好 为什么呢 保一手的话 你这边 不一定完全的保得住 然后呢 还有个什么问题 就是你耗的球可能会多 对吧 没必要保的 其他直接撞就就好了 撞就的话呢 你用一半球撞就 救下来机子也就亮了 亮了以后 这边 你这样还有一半的球 还有一半的球 相对来讲 在我看来会更好一点 在我看来会更好一点 一刀追 密码机点亮 那先知这边的话 直接去起点站点 这边 油柴是 终点 这个丢伞 还有个开吸魂 这个吸魂应该是要去抓油柴的 对不对 那这个局我觉得求着平局应该没什么问题吧 先知这边的门能开对不对 没毛病吧 你这边再能打开门站能力再强 这边补个眼丢伞过去那边门 已经开了 走了 所以这套阵容其实 不太好控场的 前期其实他当时如果早一点抓油柴 抓这个杂技 然后起防守节奏 防住前锋一波 就赢了 没防住马正常打 我觉得平面的可能性也要更大 分析得很到位 除了天赋大家不要想 不要记 什么都没发生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